释迦牟尼佛青年出家,抛下妻儿 当他返回家乡的时候 妻子的怨恨是否能够解开 儿子的要求是否得到满足 为啥他又拆散了恩爱的弟弟和弟妹 在佛陀传法的过程中 为了什么事竟然被骂 又是谁敢与佛争锋呢 这个合集为您一次讲解所有这些故事 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文史大官员 我是大鹏 释迦牟尼本是太子 拥有王族的荣华富贵 不仅身边娇妻美妾举时无双 自己的父王对他也是百般的珍重 也将他视为未来王位的继承人 然而在释迦牟尼的眼中 这一切却如同浮云一般 那么这位太子想要的到底是什么 2500多年前 在今天的尼泊尔经内的古印度 有这么一个叫做加皮罗魏国的地方 国王释迦族姓乔达摩 又被称之为靖范王 这释迦有能勇的意思 靖范王多年没有子嗣 一天 王后摩耶夫人梦见一头大象 口喊白色莲花腾空而来 从右肋进入了自己的身体 第二天摩耶夫人将这个梦讲给了靖范王 靖范王赶忙召集相师 请众相师解梦 相师们一听 赶忙说道 夫人必当生下一名男婴 具足32种大丈夫相 有大威德 若能继承王位 则必为天下四方臣妇的明君 若出家修行 则能成佛名闻十方 做众生妇 不久摩耶夫人就有了身孕 公元前565年 太子从摩耶夫人的右蕾生下 取名西达多 有吉祥成就一切之意 刚一落生 西达多太子便能开口说话 不用别人拆服便能行走 只见他目光流彩 环顾四周 向四方走了七步 每走一步 地上就涌出一朵莲花 然后右手指天说道 天上天下唯我独尊 一时之间花雨纷飞 相风飘散 鲜月齐鸣 天地间呈现出一片祥瑞的景象 生下太子后的第七天 摩耶夫人便撒手人寰 西达多 便由姨母大爱道取贪迷抚养成人 当时一位仙人阿斯陀 远道而来探望太子 见到太子之后 他先是大喜 接着是剃类横流 敬饭王正纳闷的 没想到阿斯陀开口说话了 太子将来必定出家修行 成就无上正等正觉 凡有缘听他讲法之人都能得到解脱 因此非常高兴 只可惜自己年迈恐怕等不到太子宣说正法的那一天了 错过如此殊胜的姻缘 所以这才忍不住的悲伤流泪 敬饭王一天哪心中咯噔一下心想自己好不容易才有儿子自然希望太子呢能留在自己的身边 好好地继承王位成为一种天下的君主 为断了太子西大多出家的念想呢 敬饭王可谓是绞尽脑汁 年幼时的西大多就显示出非同寻常的悲悯之心 看到虫子被农夫从地里挖出来 又被这飞鸟着实 便会想到众生相残的悲苦 世间种种的苦难呢 也使太子常常的陷入忧虑深思之中 八岁时啊 太子开始习温恋武 为将来成为国王做准备 学习应该掌握的一切知识 十二岁时呢 不仅学富武车 而且成为了武术骑马射箭击箭的高手 到了十六岁谈婚论嫁的时候啊 太子还迎娶了印度第一美女耶稣陀罗 这耶稣陀罗呢 不仅人掌的端庄美丽啊 倾国倾城 而且是出身高贵 是天必成啊 主善绝王的公主 福德巨族啊 举世无双 这还不算完啊 除了第一夫人 靖范王还为太子准备了另外两位夫人 也都是万里挑一的美人 还为每位夫人呢 各打造了一座宫殿 每座宫殿内啊 有两万彩鹅 精通金绿和舞蹈的宫女啊 在宫内服饰 随时演奏着妙慢的乐曲 日夜跳着优美的舞蹈 就这样 太子在这三座宫殿内 轮换的居住 无时无刻 不沉浸在这温柔乡内 详尽事件的一切荣华富贵 为了严防太子出入 以便断了其出家的机会 宫殿外面啊 靖范王特意修建了三重围墙 各安置了一个大铁门 这铁门内外戒备森严 设置开河关闭的鸡牛 需要这五百个人合力 才能够推动 所以每当鸡牛开河 二十礼拜都能听得见 那巨大的轰鸣之声 在这番苦心经营之下 太子在王宫里 享受着世间最曼妙的声色 夜夜声歌度过了十年的时间 不过这该来的总归还会来 终于十年足不出货的太子 提出了要求 希望出宫看看 这靖范王如临大敌 为避免太子见到人间疾苦 生出出力之心 派人清理道路上的一切污秽垃圾 但凡大街上有老病死 或者肢体残缺之人 一律驱逐回避 让太子连个影都看不到 经过了一番精心的布置 这才让车夫用宝马乡车 载着太子 在这东南西北的城门附近 逛游逛游 就在靖范王为太子西达都 出工作严格的准备时 另外一方也没闲着 谁呢 天神作品 作品为了不让身处人间的西达多 贪恋祥乐 执迷不悟呢 便打算趁着太子出宫的这个计划 点化他 让他早日放弃欲望 出家修行 这一天太子从东门出去 见到了一位老者 只见他发白齿腰 沟炉驱背 首富主张 一步三化 来到了南门 又见到一位啊 病苦缠身之人 身我污秽之中啊 气息微弱 危在旦夕 到了西门 看到了一句死事 这一家人呢 正为这死事哭丧呢 太子健壮啊 不见得感慨忧伤 即使身为太子 正值青春年少 也难逃着衰老病死的命运呢 有谁能超越生死呢 怀着满腹的疑问呢 太子来到了北门 这个时候再次等候多数的天神作品 演化成了一位啊 举止安详的修行者 他自在的神情啊 使太子是深受震动 太子问道 人如何能不老不病不死呢 天神微微一笑说道 世间一切事物都是无常的 唯有慈心割爱 出家才是解脱之法 太子听后呢 就动了出家的念头 回宫之后 太子便恳求父王允许自己出家修行 净饭王一听啊 立马是老泪纵横 哭着不肯答应啊 太子又说道 如果父王能满足我四个愿望 我便不再想出家之事了 一不老 二不病 三不死 四所有的东西不损不灭 这净饭王一听啊 顿时就是碍眼了 估计当时心里面得想 你小子哪是提什么愿望 你明白这是难为我啊 这比这摘星星摘月亮还难呢 得 软的不行啊 来应得更是加紧防卫啊 生怕太子偷偷溜出去 公元前595年 西大多29岁了 此时耶稣陀罗呢 为他生下了一个儿子 得知自己做了父亲呢 太子独自来到花园 陷入深深的思考与忧虑 对于打定主意出家修行的西大多来说 儿子的到来 无疑让自己在这条路上 又多了一个感情上的牵绊 不由长叹一声哎 枷锁产生了 后来为小王子取名罗侯罗 便是枷锁的意思 然而世界的荣华富贵再多 也抵御不了苦老病死 感情在身 也无法永远留住深爱之人 提悟到这些的西大多 求到的决心以下 是世上任何的人情都不能够羁绊的 公元前595年2月初八的夜晚 窗外银色的月光照进宫里一片清凉 而西大多却感到整个宫殿 似乎燃起了熊熊烈火 出家的念头让自己一刻也不能入眠 随即披上衣服 心中的念头是无比的坚定 要尽快离开这里寻求解脱 不能再有一刻的抽搐 西大多默默地告别了 正在梦境中的耶稣陀罗和怀中的孩子 迈步走出房间 太子飞身上马跨在马背之上 当时是大地震动天身直翻引路 帮助他逃脱 正是佛性一出震动十方世界 太子的白马是风驰电车一般 飞越宫门而出 甚至当时试图阻挡他的马童车逆 因为死死抓到了马尾巴 也被带出了宫来 拂晓时分 太子驰骂来到了百米外的山林 此时他告诉车逆返回宫中 请你带我向父王禀告 我并不是为了寻求生殿的快乐 也没有忘记父王的恩德 更不是出自于任何的怨恨 我是为了超越生死的大海 解救众生的烦恼痛苦 所以才出家修行 待我将来达到目的的时候 我必定回城 倘若不能成就这个愿望的话 居然我的身体终老在这山林之间 说吧 太子拔出了一剑 斩断自己的头发明智 太子的出走 对于加皮罗维国来说 仿佛是天都塌下来了 出家后 西大多尝试了各种教授与禅定 苦行 忍受饥饿痛苦 历经六年 直到三十六岁时 这一天 西大多在菩提树下 铺设吉祥草 设金刚座 向东端身正座 发誓道 我今若不正得无上大菩提 宁可遂此身 终不起座 最终在树下静坐了七七四十九天 太子克服了内白的种种魔障 彻见自己本来面目 终于开悟 又过了五年 他带着大批出家弟子 应静范王的邀请 回到了阔别十几年的祖国 这个时候 举国上下甲鲁相迎 百姓焚香献化 黄土电道 净水扩街 静范王率领亲族出城迎接 静范王为释迦牟尼准备了锦衣玉食 但是佛陀却仍旧外出 严门脱拨 静范王见状则问道 西大多 你以前外出都是坐饱马金车 现在却在街上要饭 这不是损坏我们 释迦族的名誉吗 佛陀微笑回答道 如今我早已不再是西大多了 我已斩断一切世间烦情 所思虑的是如何托渡众生的苦恼 我只能以佛法报答您的养育之恩 我给父王带来了礼物 也只有佛法 然后佛陀别为静范王讲法 静范王虔诚的诡异了三宝 然而正当静范王与众亲卷出宫迎接佛陀时 此时却有一个人正安然神伤 独坐宫中 他就是耶稣陀罗 自己的丈夫不辞而别 因信全无 让自己十几年青春毒手 心中充满了忧怨 那么佛陀能否解决他心中的积怨呢 当佛陀再次出现在耶稣陀罗面前时 十几年的相思之苦和积攒在内心的万语千言 耶稣陀罗张着口竟一时语色 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此时的佛陀温和的开口说道 我知道你心里怨恨我 但是你看 说着呢 佛陀施展神通 展开掌心 显示出自己与耶稣陀罗素食姻缘的一个缘起 据佛说太子瑞应《本启经》记载 一天 十六岁的年轻修行者 善慧 急需青莲花呢 去供奉燃灯婆 可急市场的莲花 几乎都被人给买走了 正当他愁足万分的时候呢 对面走过来一个手持竞评的亲姻与子 叫做瞿怡 他的竞评之中啊 正插着七只莲花 善慧恳请 能否以五百姬买五只莲花 用以向佛祈愿 以期未来成就无上佛果 成就一切智慧 度脱无量众生 瞿怡被眼前的这位僧侣的虔诚和无私感动了 开口对善慧说道 如果你肯答应我 在你未得到之前 生生世世娶我为妻 得到之后允许我出家做你的弟子 我就将花给你 善慧说 为了得到 我将会舍弃一切 包括妻子儿女 你难道愿意 回起你的青春 用一生的孤苦作为代价 嫁给我吗 难道你可以忍受半生的情伤 直到我的度化 如果你能发愿 将来绝不阻止我的一切舍弃与不失 我便答应你 当时这对少男少女怀着坚定的求道之心 互相应允承诺 后来善慧供奉给燃灯佛的这五只莲花 成为了佛陀莲花宝座的五半 那还帮助瞿怡将自己的两只莲花 供奉给佛 成为佛两袖的衣衫 那一世的善慧就是如今的佛陀 而瞿怡就是耶稣陀罗 看到和佛陀的往事 耶稣陀罗的记忆被打开了 自己的内心是豁然开朗 佛陀说 那是你清楚的知道和我这样一个舍弃一切的人 解法缘才可以成为我的妻子 如今难道你忘记前世的誓约了吗 你应该明白 恩乃无常 有何必有离一切都不过是原来原去 原生原灭 人世间本来就没有什么能被我们永远所拥有的 你希望厮守的无非是一个短暂而美好的梦幻而已 耶稣陀罗听罢就生起了出离之心 有了离苦得乐的愿望 那么此时佛陀十几年未见的儿子 对父亲又有什么期许呢 佛陀又去见了儿子罗侯罗 罗侯罗说 父亲 我一出生 您就走了 恐怕以后您也不会再回来了 我请您把遗产留给我好吗 佛陀说 罗侯罗 你想要我给你世间的财富吗 那是必定要消失的虚幻之物 我给不了你 不过我能给你出世间的宝藏 那才是永远不会消失的珍宝 于是佛陀将罗侯罗带出了王宫 罗侯罗成为了僧团中第一名沙迷 佛陀回国仅仅七天 追随他出家者达数百人 包括儿子罗侯罗 同父异母的弟弟阿南 唐帝阿那律吉和提婆达多 还有皇宫礼法师优婆里等 后来敬藩王病重 佛陀又赶往皇宫 为弥留的敬藩王讲法 敬藩王因此证悟了阿罗汉国 在喜乐中离世 罗侯罗 阿南 优婆里 后来被列在佛陀的十大弟子之中 修成了阿罗汉国 儿子罗侯罗 号称秘形第一 阿南称多文第一 优婆里为持戒第一 姨母大爱道带领耶稣陀罗 和另外一名妃子 即五百释迦族女 也追随佛陀出家 成为最早的比丘尼 后来都证得果位 耶稣陀罗以神通文明 在佛陀之前的诬蔑 证得了阿罗汉国 释迦摩尼虽然让家人 承受了暂时的离别之苦 却带回了世间得不到的珍宝 使他们有机会获得永恒的幸福和喜乐 释迦摩尼佛有一个亲弟弟叫南陀 可不是他的堂弟阿南 是亲弟弟 佛陀第一次回家乡的时候 大家都以为 他会把王位积成权让给独子罗红罗 可是没想到 他让儿子也出了家 原本这个王位 也可以传给南陀的 但是佛陀把这个唯一的弟弟 也给拐去出家了 让父亲范晋王这一脉 继承王位的可能性是彻底变零了 和释迦族其他王子的 寺院出家不一样 佛陀为了促使弟弟南陀出家 并且好好地修行 连神通都用上了 这是怎么回事呢 释迦牟尼佛诞生七天之后 母亲就去世了 是靖范王的第二位夫人 也就是大爱道夫人 把她抚养大的 大爱道后来又生了一个儿子 就是南陀 这兄弟俩长得非常相似 南陀只是比哥哥矮了一点点 常常被不认识的人 误以为是佛陀呢 在佛陀开悟之后 第一次回到家乡的时候 释迦族有好几位王子 都自愿追随佛陀出家了 可是南陀却没有这个心思 为什么呢 她呀那个时候正是新婚燕儿 刚娶了远近闻名美艳绝伦的女子孙陀丽 她对妻子非常迷恋 所以人们把她妻子的名字 和她的名字连在一起 通常就称她为孙陀丽南陀 那个时候夫妻俩是 你农我农 情比心坚 而且还有王位等着继承呢 哪有出家的想法呀 可是佛陀对她这个弟弟 十分放心不下 惦记着一定要让这个弟弟出家 一天清晨伴随着鸟儿的欢唱 南陀正在调着香粉 陪着孙陀丽画眉毛点眉间的红点 忽然后门声响起 竟然是佛陀托波来到门前 南陀见到是哥哥 非常高兴 赶紧请佛陀进屋 佛陀却不进去 南陀就只好把佛陀的空波盛满了食物 亲自拿了要去门口送给佛陀 这个时候妻子孙陀丽心中就忽然闪过一丝不安 她担心丈夫会有去无回 就拉住她的衣角 南陀说 我去去就回 孙陀丽没办法 把刚调好的胭脂在南陀的头上 点了一下 说在这个干了以前一定要回来 否则她就不高兴了 南陀答应着 好好好 可是一踏出房门 咦 这个佛陀怎么不见了呀 仔细一瞧 哦 佛陀那不是在街口吗 南陀就赶忙追了上去 可是佛陀的步伐看着是安详缓慢 他却是紧赶慢赶的就是追不上 最后竟然就追到了佛陀的惊涉 他想 哎呀 这下惨了 孙陀丽一定不高兴了 赶紧就把一拨饭送到佛陀手中 就想告辞回家 佛陀却开口说 既然来了还回去干什么 理发将替王子落发 南陀懵了 只得向理发将挥拳咆哮 加皮罗为国这么多人 你都要给他们剃发吗 对方的剃刀停在半空 看看佛陀又看看南陀 左右为难下不去手 佛陀上前接过剃刀 三下五除二 亲自就削落了王子的一头黑发 南陀惧怕佛陀的威严不敢反抗 南陀感觉自己是在做梦 他只盼望自己睁开眼睛的时候 是在妻子的身旁 可是仍旧在佛陀的经社 南陀虽然身在僧团 心却在王宫 时刻怀念着娇妻 他没有心思修行 总想找个机会逃走魂族 奈何佛的神通广大 这话怎么说呢 一天佛祖带领众弟子出去 留下了南陀看护经社 知道他沉原未决 告诉他说 你要给大家打好洗澡的水 关好门窗 放客休息 南陀暗自高兴 心想 等佛陀走了 干完这些活我就可以溜了 南陀起身去打水 装满了一瓶放在地上 又去装第二瓶 谁知道第二瓶刚装满 第一瓶就倒了 水流了一地 他如此反复多次 每次都是这样 南陀心想 哎呀 这水没法装满了 让比丘们回来自己装吧 南陀把瓶子放回屋中 想要把窗户关上 就可以赶快回家了 可是呢 刚关上一扇 那一扇就开了 关上那一扇 这一扇又开了 怎么也关不完 南陀心想 这门窗看来也是关不上了 不管它了 我还是赶紧走吧 晚了 佛祖他们回来 我该走不脱了 南陀刚走了几步又想 哎 佛祖他们回来的时候 一定走大道 那我就从小路回家吧 免得路上碰上他们 南陀的这些想法呀 全被佛陀知道了 佛陀就从小路上走了回来 这南陀呀 走着走着 远远看到佛陀走过来 胆忙就躲在一棵大树后面 可是佛陀呢 竟然把树挪开了 南陀暴露出来 这下尴尬了 佛陀对着面红我赤的南陀说 南陀 你思念妻子吗 是的 我对他朝思夜想难以抑制 南陀 你的妻子生得美丽吗 南陀拼命地点头 脑海中尽是妻子盛世美颜和婀娜的现影 这个时候一只老猕猴正蹲在一个石洞前面 他瞎了一只眼睛 满身的皱纹 毛发奚落 正在身上找狮子 佛指着他 问南陀 你看是这只猕猴好看 还是你妻子好看呢 南陀不由地皱着眉头说 佛陀呀 我妻子有清诚的美貌 对我有恩爱难分的情感 她好似天上的仙女 怎么能同这只老猕猴相比呢 佛陀说 不过天上的仙女你并没有见过呀 说话间 佛陀就用神通把南陀带到了三界中 三十三重天的一重 瞬间 南陀发现 自己已经随佛陀来到了一处天宫 这里是仙月飘飘 花香阵阵 里面有一眼看不过来的一大群的天女 正围在一个金碧辉煌的宝座周围嬉笑玩乐 这些个天女呀 个个都美丽绝伦 既一玉骨冰青 又艳若桃里 真是让人目不暇接 看得挪不开眼睛 而宝座上却没有人 是空着的 南陀不解 问佛陀这是什么情况啊 佛陀示意他自己去问 于是呢 南陀走向了天女 一名特别美丽可爱的天女迎上来 用银铃般的声音告诉他说 因为佛陀有一位弟弟叫南陀 被佛逼着出家了 如于出家的福报 命中之后就会升天 到我们这里来当主人 这个宫殿就是他的 我们这里五百个天女 都是他的女人 正准备迎接他的到来呢 南陀听了 心中的喜悦无以复加 心话弄放的回到了佛陀身边 佛陀问他 南陀 你的妻子和天女们相比如何呀 佛陀 请你不要笑我的愚痴 孙陀丽跟天女一比呀 简直就像那只老猕猴 佛说 那你愿意一心随我修行吗 南陀使劲地点头 世尊过去我不知道修行的功德 现在天女们的话还在耳边 我以后一定安心修行 南陀回到了僧团 对孙陀丽的眷恋完全没有了 精进修炼 想到天上无尽的美好 僧团中的清规戒律都不在话下了 巴不得赶快超生到天上 去享受那个天福呢 不过佛陀这么做只是以毒攻毒 让南陀放下孙陀丽的权益方法 看他心心念念的 是为了得到五百玉女的天福而修炼 那自然是不行的 过了一段时间 佛陀又来找他 要带他游览地狱 南陀想到 上次游天宫见到天女 这次游地狱可能还有好事呢 就答应了 佛陀把南陀带到地狱 却见到处是刀山剑树铜柱铁床 十分恐怖 吓得南陀汗毛直树 佛陀说 你不必害怕呀 我们只是来游玩参观 遇到疑惑的地方 可以温狱卒 南陀就鼓起勇气前行 又见血和油锅拔舌剥皮 这样凄惨的景象都摆在眼前了 不由的想 这地狱的可怕真的不是无稽之谈啊 南陀到处走着 来到一处 只见一个个大油锅里热浪滚滚 里面的热油劈啪作响 醉人们在锅里被煎炒烹炸 鬼哭狼嚎 却唯独有一口大锅空着 旁边两个小鬼是懒懒散散 油锅的火是明明灭灭 不觉得奇怪 顺口就问他们 为什么这个锅里没有醉人呢 两个小鬼互相看了一下说 管他干什么 我们一点也不着急 要进这口油锅的人 还得等些时候才来呢 南陀又问道 你们在等谁呀 两个小鬼说 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弟弟南陀 他跟着佛陀出家修道 却一心只想着五百天女 这样呢 他在天上过一千年以后 就会忘了修道 又造很多的业障 当他的恶业满的时候 就会堕入地狱了 这里的大锅就在等他呢 那个时候 我们每天在这油锅里煎炒烹炸 那可就忙了 南陀吓得魂飞魄散 拔腿就跑 南陀回到了佛陀身边 惊魂未定 佛陀见状故意问他 他们如何回答的 南陀痛哭流涕 世尊我不想享受天女之福了 只希望不要堕此地狱 我一定好好修行 解脱生死苦恼 世尊请原谅我的无知吧 片刻之间 佛陀又把南陀带回人间 叮嘱他 自今往后直戒精进 再不要想东想西了 南陀答道 一定依照您的教会奉行 南陀退下之后 精进修炼 短短7日之内 就证得了阿罗汉的果位 出了三界 也就挣脱了生死 不再受轮回之苦了 这件事在《尊阴阿含经》第9卷 《大宝基经》 《杂宝藏经》等佛教经书中 都有记载 人都是想把最好的东西给自己的亲人 佛陀为了让自己的亲人出家 真可谓是费尽了心机 可见 破开人生种种迷雾 恐怕只有修炼才是最为重要的吧 据说在不同的时期 世界上不同的民族和地区 会有不同的神佛下世来度人 在释迦牟一之后 下一位将会是未来佛 弥勒佛 人生难得 佛法难遇 观众朋友 如果您能遇到下世度人的抉择 您会愿意抓住修炼的机缘 脱离轮回之苦吗 释迦牟尼佛是一位令人尊敬的圣人 不过他在世的时候 却遭到过一伙流氓的侮辱 这帮人接连几天都用非常恶毒的语言谩骂他 起因是什么呢 佛陀又是怎么对待的呢 事情起源于在那之前的一年 因为一个女人 那个时候佛陀在印度 有科查昆城传法 邻近有一对普罗门夫妇名叫摩剑蒂耶 佛陀看到他们修佛的姻缘已经成熟了 有一天就走到他们住的地方来度化他们 摩剑蒂耶夫妇有一个女儿名叫摩干蒂耶 长得是倾国倾城 很多有钱有势的男子上门提亲 但是都被摩剑蒂耶给拒绝了 这位父亲认为 这些人里面没有一个人能配得上自己的漂亮女儿 当佛陀来到的时候 摩剑蒂耶正从对面走过来 他一看见佛陀 就被佛陀庄严英俊的相貌和高贵威仪的举止给惊呆了 摩剑蒂耶精通相术 他仔细打量着佛陀 从上看到下又从下看到上 心想 这世上没有人能和他相比 只有他才有资格娶我的女儿 不由就走上前去对佛陀说 公子 您的神色光彩照人 具有伟人的相貌 我有一个美若天仙的女儿 和你是天生的一对 请你跟我到我家去 我就把她嫁给你 佛陀平静的说 婆罗门 我不走回头路 再说了 我是一个出家人 对世俗生活丝毫没有兴趣啊 高贵的公子 你不知道啊 我的女儿那可不是一般的美丽 她今年刚满16岁 如果你看到我的女儿 一定会被她迷住 扔掉你的袈裟 和她结婚还俗的 你要是不信呢 请你在这等一会儿 我马上回家 把我女儿带来见你 佛陀说 那好吧 博健爹急匆匆地朝家里奔去 到了家门口 大声对她妻子喊道 夫人 今天我给女儿找了一个好丈夫 她可是有伟人的相貌啊 是我有生以来见到过的最好看的人了 快把女儿好好打扮一番 送去交给她 她现在就等在路口呢 妻子说道 你不是疯了吧 怎么能这么草率的 要把女儿送去给人呢 我们的女儿可是绝世美人啊 为什么不把她叫到家里来呢 放心吧夫人 她是我见到过的最伟大的人了 我对女儿可是负责任的 她在路途中是不会往回走的 还是因为我诚恳的请求 她才等在那里的 哎呀快把女儿打扮好 等一会儿你见到她的时候 就明白我的话了 他们的女儿摩甘地耶 一直在旁边饶有兴趣的 听着父母的对话 夫妻俩精心打扮好他们的女儿 摩甘地耶简直是美若天仙 摩甘地耶带着妻子和女儿 来到刚才跟佛陀见面的地方 可是佛陀呢已经不在那里了 只看见他留在地上的脚印 佛陀为谁留下脚印的时候啊 只有相关的人才能看得见 而且这脚印呢 也不会被野兽啊 风雨啊等等东西破坏了 摩甘地耶的妻子走进查看脚印 说老头子 这些是高贵修行者的脚印啊 三个人沿着足迹寻找 只见佛陀闭目端坐在一棵大树下面 摩甘地耶急不可待的走上前 向佛陀说 沙门 我和我的妻子把女儿带来了 快睁开眼睛 你见过能和他媲美的姑娘吗 现在我把我的女儿正式交给你 摩甘地耶一见到佛陀就被深深的吸引住了 他从来没有见过如此英俊高贵和庄严的人 禁不住对佛陀是一见钟情啊 可是呢 早已断出碍玉的佛陀 睁开双眼 看了看眼前婆罗门的妻子和女儿问道 张者 请你告诉我 他们之中 哪一位是你女儿 哪一位是你妻子呢 摩甘地耶非常吃惊 那个年轻漂亮的是我女儿 那个年老满脸皱纹的是我的妻子 这么明显的事 你怎么就看不出来呢 佛陀说 哦 我看出来了 那么请问 你的妻子在三四十年前是怎样的呢 佛陀门说 三四十年前 我的妻子和我女儿今天一样 年轻漂亮 佛陀又说 那三四十年后 你的女儿又将是怎样的呢 三四十年后 我的女儿也会变得像我妻子的今天一样 年老而满脸皱纹 佛陀说 所以我看她们只有年龄上的差异 没有美丑之分 不过你的女儿确实美丽 别的男子见了都会动心的 但是我不会 因为我早就彻底断除了爱欲 接着佛陀向他们讲述了自己在开悟之前 摩罗波寻用最美丽的女儿诱惑她 但是却以失败收了场的故事 这对老婆罗门夫妇慧根很深 听了佛陀的这些话之后 略有所悟就问 沙门 你能告诉我们 你是怎么样彻底断除爱欲的吗 佛陀就说了一首断欲记 意思是 我对欲爱没有丝毫的欲求 充满粪尿的污秽身体 有什么值得贪恋呢 我都不会用脚去碰的 因为姻缘成熟 对对佛罗门夫妇听了这些话 当下悟道 正得了无欲的第三果位 他们悲心焦急 庆幸今天遇到了真正的大圣人 夫妻俩跪在佛陀面前 请求加入僧团 佛陀欣慰的答应了 然后佛陀友善温和的 对愣在一边的摩甘地耶说 姑娘 贪欲是痛苦的根源 不要有贪欲 不要有爱之 它是轮回的主因 痛苦的根源 姑娘你才16岁 我已经49岁了 过着修行人 亲平简朴的生活 以乞讨为生 我曾经有一个善良贤惠 和你一样美丽的妻子 或者王子的生活 后来我抛弃了世间的一切 以修行和传法为生 你看着我寂静的脸 你的爱欲之念就不会生起 纯洁的喜悦就会充满你的身心 可是高傲虚荣莫摩甘地耶 却没有父母那样的善根 刚才佛陀说断育计的时候 他就觉得受到了极大的侮辱 尽管佛陀只是犯论 并没有针对他的意思 可他这个时候觉得呀 嫁给佛陀的希望破灭了 简直就是羞愤难当 他没有看佛陀的脸 抱着一腔的仇恨 转身跑走了 后来他凭着高贵的噱头 和爵士的美貌 嫁给了柯沙皮国王 做了王后 一年之后 佛陀又来到了柯沙皮城 住在宫世天寺 第二天摩甘地耶就在500公里的 前呼后拥之下 找了个理由来到宫世天寺外 停在了对面的一条路上 急于向佛陀炫耀 曾经被他拒绝的他 如今已是高贵的王后了 摩甘地耶做了精心的打扮 全身是珠光宝气 他命令车夫去把佛陀叫来 然后就在车里心烦意乱的等待着 佛陀早就知道了高傲虚荣的王后在想什么 所以拒绝去见她 摩甘地耶恼羞成怒 什么 她不来 丑夫禀告 王后陛下 她不来见你 她说 如果你愿意的话 你可以去见她 你告诉她了吗 我是国王的正宫娘娘 是全印度最迷人的美女 荣华富贵 举世无双 长有500宫女 随事左右 车夫再一次来到佛前向佛请求道 世尊 国王的正宫娘娘下旨 令您赶快去见她 她命令我告诉您 佛陀说 朋友 她的美貌 她的身份 她的财富 与我又有什么关系呢 我再一次告诉你 如果她想见我 可以到我这里来 车夫又回到了王后跟前 拱着腰 低着头 没敢说一句话 摩甘迪耶气得是咬牙切齿 第二天 旭日从东方升起之后 佛陀跨出庙门 来到了大陆沿路起时 突然一阵激笑辱骂声 从四面八方席卷而来 一群泼皮无赖 游手好闲的年轻人 有的坐在树枝上 有的靠在树干上 吵吵嚷嚷 骂个不停 佛陀根本没有理会这些吵闹 继续迈着坚定稳健的步伐 朝前走去 轩华起哄声势 一浪高过一浪 佛陀走到哪里 这些人就跟到哪里 他们就像被上了发条似的 满嘴乌言会语 声色力竭地喊着一些 不堪入耳的肮脏话 咒骂着佛陀 一面骂着 里面还使劲地摇晃了树枝 露水不断地掉在佛陀的身上 滔滔不绝的吼叫声和辱骂声震耳欲聋 佛陀的头和袈裟 都被树上掉落的露水湿透了 这样的事持续了几天 佛陀仍然是每天出去 阿南受不了了 对佛陀说 世尊 我们赶快离开这儿 到其他的地方去吧 阿南 我们到哪里去呢 到没有人骂的地方去 佛陀说 如果那个地方也有人骂 那又该到哪里呢 再到另一个地方去 佛陀说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整个世界 就没有我们的容身之地了 阿南 问题在哪里发生 就要在哪里解决 只有这样 我们才可以到其他的地方去 可是他们辱骂您 想找您麻烦 他们不是在辱骂我 世尊 那是在骂谁呢 是他们自己 一阵阵灰尘 一片片树叶 落在佛陀的玻璃 但是他的步伐 他的威夷 并没有丝毫的改变 这一天佛陀穿过叫骂的人群 突然 咔嚓一声 树枝折断的声音传过来 接着就是 哎呀 一声惊叫 那个骂得最凶的人 或许是骂得太激动 太奋不顾身了 从树上重重地摔到了路中央 发出了痛苦的呻吟 朝长和叫闹声一下子就停了下来 这个人扭动的身子 挣扎着想从地上爬起来 却没有成功 他的同伙们都呆愣着看着他 佛陀急忙走过去 把那个在痛苦中挣扎的年轻人扶了起来 年轻人显然是摔得不清 痛得直叫 佛陀搀扶着他 找到城里最好的医生博车罗亚 医生把病人交给了他的助手 然后就恭敬有礼的请佛陀和阿南坐下 佛陀请他快给伤员智商 博车罗亚却拒绝说 世尊 我知道这几天发生了事情 这个病人肆无忌惮的辱骂世界上最伟大的人 现在他摔成这样 完全是最有应得 我要让这个年轻人熬上三天 让他尝尝被折磨的滋味 然后我再给他治疗 佛陀说 请不要这么想 当他们又恶毒的语言骂我 摇晃沾满露水的树枝淋湿我的时候 我对他们没有恨意 也没有以为他们是在骂我 佛陀罗亚大夫听了佛陀的话 非常的感动 说 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人 对如此恶意辱骂欺负他的人 却如此的宽容和慈悲 但我今天亲眼看见了 我真幸运呐 我敢肯定的说 任何一个善良的人 一旦知道您至高无上的慈悲 都会被感动的 佛陀说 他们用恶毒的语言辱骂我 我无嗔无恨 你这么赞美我 我也不会感到高兴 我所做的一切 不是为了赢得别人 对我的同情或赞美 只是做我应该做的 一切众生都是我的好兄弟 都是我的亲人 帮助和关怀自己的亲人 这是我的责任 是应该的 那些跟来的摔伤的人的同伴 都被佛陀这番充满慈爱的话 感动的哭了 他们一起跪在佛陀面前 一个年轻人手里拿着一个小布袋说 尊敬的佛陀 这是我们从摩干地亚王后那得来的金币 对不起 我们因为受金币的诱惑 这几天对您无缘无故的咒骂 您还在我们朋友摔伤的时候 这么帮助他 让我们认识到了自己的极大错误 我们诅咒辱骂了世界上最慈悲最伟大的圣人 犯下了滔天罪行 仁慈的佛陀 请求您宽恕我们 我们愿意洗心革面 追随您 说完 从身上掏出摩干地亚给的金币 扔到了墙角的垃圾桶里 佛陀微笑着起身 把他们从地上一一扶了起来 人中有善有恶 像释迦牟尼佛那样的圣人 都免不了被侮辱唾骂 恶意中伤 而圣人在隐忍中却不会退缩 最终用善 战胜了恶 这些受人指使干坏事的人 如果不能悔改 咒骂佛的罪业会非常巨大 而佛陀为他们做的 可不仅仅是表面上看到的这些 这就是佛的慈悲啊 在释迦牟尼49年的传法中 遇到了许多磨难 其中一个竟然来自他的弟子 这个人几次三番策划谋害释迦佛 想取代佛陀统领僧团 并且用邪说一度使僧团分裂 他是谁呢?他就是佛陀的堂弟提婆达多 提婆达多为什么敢与释迦牟尼佛争风呢? 提婆达多是释迦牟尼的堂弟 释迦牟尼的父亲靖范王有三位王帝 每位各生了两个儿子 提婆达多是阿南的亲哥哥 他身材高大 相貌堂堂 小的时候王子们学习各种才艺 他就常常跟释迦太子竞争 释迦牟尼开悟之后 回到他的故乡加皮罗未成 受佛陀得范的感召 加上敬范王的鼓励 人们纷纷跟随佛陀出家 其中就有阿南和提婆达多两兄弟 在开始的12年里提婆达多认真修行 《初药记》中记载他是 十二年中坐禅入定 心不一意 宋佛经六万 唐代高僧玄藏写的《大唐西域记》中 还记有 《大十士提婆达多》与此入定呢 但是他并没有证悟果位 也没有修出神通 这就不免使征强好胜的提婆达多感到很没有面子 据《法剧经》记载 在一个叫交赏迷的地方 僧团获得了很大的力养和恭敬 人们拿着供养的物品走到僧团居住的地方就问 世尊在哪 舍利弗长老在哪 木剑莲长老在哪 大家业长老在哪 但是却没有人问提婆达多长老在哪 这就让提婆达多非常的妒忌 他请求释迦佛教他神通 他认为佛和大弟子们之所以得到恭敬和力养 是他们具有神通的缘故 但是佛陀拒绝了这个请求 劝他要好好的修空 除去对自我和名利情的执着 强调这才是觉悟的根本 可是提婆达多不甘心 他又向舍利弗 木剑莲等大罗汉请求 没想到 他们的回答都与世尊差不多少 这提婆达多还不死心 又找到了弟弟阿南 阿南被称为多文底 他服侍在释迦摩尼身边 记忆力又是超强 凡是听到世尊的讲法 就能记住 他的个性很温和 对兄长求教的动机没有深刻的认识 他就一五一十的把听到的神通修习法交给了他 提婆达多如获至宝 到山林旷野里努力休息 竟然也修出了神通 不久他独自去摩羯陀国 在阿神是太子面前展现了许多神通变化 让太子推崇万分 甚至夸赞他为比佛大师奇得殊胜 这不仅就是提婆达多飘飘然起来 佛陀曾经为太子 但是对所有的弟子是一视同仁 他曾经说 出家弟子不分种姓出身 一律平等 然而一些释迦族的弟子仍然是自觉优越 甚至认为当佛入灭之后 也应当由来自释迦族的僧人统领僧团 以提婆达多出家前的尊贵身份 再加上他聪明博学又有了神通 使他受到了僧俗两道中许多人的崇拜 甚至佛陀的一些释迦族的弟子 都跑到他那里去了 阿神是太子在王舍城附近 为提婆建造了富丽堂皇的僧院 每天送来500佛精美的饮食 其实对修行者来说 对别人的赞美应当看作是考验 看看自己是不是因此生出了欢喜甚至是自明不凡的信来 因为这都是执着自我 执着名利情的表现 但是提婆达多没有意识到这些 他不但对这些夸赞 崇敬和供养 全都高兴地接受了 而且自视越来越高 甚至还说 大众围绕 我何意如来 那这下就麻烦了 本来应该逐渐去除的执着 佛却在他的心中长势汹汹 甚至把自己看得比佛还高了 他到处批评释迦摩尼日渐衰老 僧团中收的都是无用的人做弟子 如果不从根本上来改良 不久就要毁灭 他说 唯有他才能做佛陀的继承者 对这种鼓噪 释迦佛不愿意理睬 有一天佛陀和弟子们走在路上 忽然看到提婆达多和追随的一些人迎面走过来 佛陀就玄机避开 阿南样样不乐地问佛陀 您为什么要避开提婆达多呢?难道怕他吗? 佛陀说 我不是怕他 不过何必同愚人见面辩论呢? 他现在是满怀邪念 如同恶狗 越理他 叫得越欢 阿南对佛陀的做法还是不能理解 但是也没有别的办法 其实 对待这种自以为是自欣生魔的人 最好的办法就是不去理他 让他觉得没人关注 自己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那心中自命不凡的火苗才会渐渐熄灭 而那些无知的称赞 关注和吹捧 正是使这种人妄自尊大 从而磨变的导火索和助燃剂 因为提婆达多的念头不正 不久他的神通就消失了 不过 这并没有使他清醒起来 他找到释迦牟尼 要求佛陀把僧团交给他领导 那么佛陀是怎么做的呢? 释迦牟尼直接了当地拒绝他说 射利弗智慧敌 木剑连神通敌 我都没有把僧团的领导权交给他们 难道还会交给你这个蛋拓吃人吗? 蛋拓吃人的自明意思就是吃拓叶的蠢家伙 据说提婆达多曾经用神通把自己变化成小孩的模样 与阿舍是太子嬉戏 当时阿舍舍曾经吐唾液到提婆口中 而他也不以为意 释迦牟尼这话说得很重 其实在许多次前世的轮回当中 提婆达多都曾经对世尊有过无数次的忌妒与伤害 佛陀对关系到自己的利益名声甚至生命的伤害 都无怨无悔地忍受下来 但是如果牵涉到大众的利益 碰到邪见邪说误导众生的时候 都是以救护众生的角度去催邪显证的 从来不会听之认之 那么提婆达多听了这段当众的斥责 他是不是会清醒呢? 提婆达多并没有清醒 反而恼羞成怒 开始发动他的叛佛行动 甚至说 我当去如来害之 他知道 阿舌氏太子虽然相信自己 但是摩羯陀国的国王 贫婆梭罗王 依然信奉尊崇佛陀 国王得知阿舌氏早晚问训提婆 并供奉500辅士 自己也早晚问训佛陀 并供700辅士 提婆达多觉得 想要打倒佛陀 一定要先打倒贫婆苏罗王 因此 他就煽动阿舌氏太子 说他们应该开创一个新的世界 要将摩羯陀国建立成一个理想的国家 要有新王和新佛 他就教唆太子篡位 要把他的父母都囚禁至死 国王和夫人不断念佛 佛就显现为他们说法 把他们超渡到天上去了 阿舌氏登上王位之后 对提婆达多是言听计从 派出杀手去谋害释迦牟尼 不料 杀手们来到佛前 就被佛陀有如日月之光的慈悲力量感化了 把刀都扔了 一个个跪拜在佛陀座前 归依了佛陀 提婆达多一看别人不成 亲自上阵 他埋伏在世尊经常经过的山路上方的山崖上 当佛走过的时候就推下了一块巨石 他想把佛陀砸死 可是大石一到世尊的头顶上 就裂成了两半 散落开来 只有一小块碎石片击中了佛的脚 疲破血流 这是提婆害佛的过程中唯一伤及失尊的一次 也是佛教史上著名的出佛身血事件 既然用人力不能得逞 提婆达多又想到了借助动物 料想 不通人情的畜生绝不会被佛陀赶招 他就向阿蛇士借了一头巨像 想等佛陀出外弘法脱波的时候 把像灌醉了放出去 佛陀就会死在狂像的蹄下 这一天佛陀带领弟子到王舍城脱波起石的时候 突然一头巨大的狂像迎面重来 弟子们惊慌逃散 唯独阿楠没有逃走 他想挺身 挡在释迦佛面前 释迦佛对阿楠说 成就佛陀大型的人 还给外来的暴力陷害致死的话 没有这样的事情 说话间 狂像已经奔到身边 一见佛陀 双膝一软 跪下了 恭敬柔顺的用鼻子填起了佛的双脚 变成绵羊了 这使很多人见识了佛陀的伟大力量 皈依佛法了 提波达多又没有得逞 提波达多多次害佛都没有成功 并且大失人心 受到公众舆论的强烈谴责 提波大为懊恼 一天他来到佛说法的讲堂 没有先把泥脚洗干净 就大辣辣地往里闯 污损了作具 已经证得阿罗汉果的莲花色 则问他为什么不按照佛陀的戒律先洗脚再进来 提波达多顿时大发雷霆 一拳打死了莲花色 失手杀害了莲花色之后 提波达多也很恐惧 怕自己受到因果报应 会下地狱 他退在一边坐下 满脸的忧虑 这个时候一个叫 富兰娜加业的外道看见了 凑上来说 哪里有什么后世报应的呀 以自立为王 我第一个支持你 这一下提波达多的心中 就生起了无法无天 能令一切善根断绝的邪见来了 那么他又会做出什么事来呢 为了续众自立为王 提波达多图谋分裂僧团 孟子提出苦行无法 标榜自己持戒更精严修行更刻苦 想强制大家遵守 以此霍乱僧众于信徒 有一天他趁佛陀与大众都在讲堂 就带着几个追随者进来 大声地说 佛陀 我最近在禅定中悟到 坐沙门的人 第一 应该只穿粪扫衣 第二 不可吃乳酪和盐 第三 不可吃鱼肉 第四 要骑食化缘 不应给人家请去供养 第五 要在露天禅坐修行 不应住在房舍中 如能奉守我所说的无法 就能少欲知足更快的获证涅槃 我想依此无法来让大家遵守 您的意思如何呢 提普达多洋洋得意地说完 又被佛陀拒绝了 据《根本说一切有不疲奈耶破僧式》 和其他一些《释教经书》的记载 释迦摩尼和他的弟子们是吃肉的 而这些苦行都是释迦佛经历过了的 印度之前有一个古老的教派急重苦行 释迦摩尼修炼之初也是先修了苦行 但是发现收效甚微 而他开悟后所传的戒定会中的首戒和禅定 虽然辛苦 但为的是修去执着反本归真的目标 着重于苦行本身反而是一个偏执 而且这种不按佛法修炼另搞一套的做法 可不是一个小事 释迦摩尼曾经讲 如来佛如恒河的杀术 虽然有多少如来就有多少种佛法 但都是上下贯通 可以把人渡到佛的世界 而一个常人无论的多么绞尽脑汁想出的东西 都离佛法十万八千里不止 更别说有本事把人渡到佛的世界了 但是对那些对佛法理解有限 还很懵懂的新人 会起到很大的干扰作用 所以释迦摩尼说 但欲依此法坏佛法也 若受持此法则于道有难 因此尊尊告诫苏弟子 此便是地狱人 然而这些冠冕堂皇的东西 还是迷惑了一些新来的僧人 甚至有人认为 世尊是因为妒忌提婆才持反对态度的 于是僧团就一分为二 一些人被提婆的苦行口号所吸引 加入到他的阵营中 在这些人的前呼后庸之下 提婆达多去了茄耶山 使一向和了无争的佛教教团因此分裂 在世尊的僧团之外出现了另一个僧团 佛教中称之为破和和僧 但是释迦牟尼佛慈悲这些刚出家的人 派出他的大弟子圣利弗和墨建联 一路追寻过去进行劝善 成功使他们中的一些人认清了提婆达多 是在乱法 重新回到了正法修炼之中 在释迦佛面前忏悔 提婆达多还有什么办法吗? 提婆达多维持不了他的僧团 江河日下走投无路 但是仍然恶性不改 有人劝他向世尊忏悔 他竟然灵机一动 在自己的十只手指甲内暗藏剧毒 企图攻击世尊 然而就在他伸出食指向佛陀扑过去的时候 地下突然出现了一个火光熊熊的大坑 把他吞噬了 虽然他听信外道邪说已经不相信善恶报应 此时却堕入了地狱受着报应 据《初药经》记载 他在地狱中长劫受苦 被火焰炙烤 只还片片凌落 被铁棒打碎头颅 被大象践踏 碎绒米粉 也有佛经中说 所幸提婆达多在掉入地狱之前心生悔意 口中念出 拿摩 另外两个字佛陀还没念出 就直坠地狱 但是因为佛性终于显露 释迦佛给了他罪业赎清之后再次修炼的机缘 足见佛陀的慈悲和善念的重要 不过在唐朝玄奘法师到印度求法的时候 曾经有提婆达多的教派依然存在的记载 这样算来 提婆当年的无法苦行可能还流传了上千年之久 也足见人世之谜 特别是我们现在的时代 已经到了释迦牟尼所曾经说过的末法时期 不信神佛不信因果的邪说邪见已经更大范围的登堂入世 释迦佛对末法时期的期盼是转伦圣王的救度 然而 前人的教训无论在什么时代 对有心之人都是有启迪和警示作用的呀 各位朋友 您觉得呢?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感谢您的观看 我是写力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